探尋古老失傳秘術 規探玄妙天地人間 歡迎收聽喜馬拉雅FM出品的奇趣懸患小說 《失傳秘術 趕蟲詩 語版》 作者哈姆曹灣 播講曉奇 第二百章 諸葛留意賭手段 上次提到 有隻甲蟲蟲蟲蟲整個推落地 長傷脫了手 那隻甲蟲我認得叫捲地殺蟲 這種蟲是出自西域迷羅山子玉丘 普天之下只有這個地方有這種甲蟲 一個山丘一隻蟲絕對沒有另一個 這種蟲憑空借力力大無窮 雖然牠只有手絲弓那麼大 就可以嵌山洞地 由於牠很小粒人經常防備不到 一貼在衣服上就可以傷人 牠有六隻腳兩隻降 牠的腳伸長之後 可以大到一隻手傷這麼大 牠的行動很迅速 來無影去無蹤 好像是雷閃電轉迅即逝 牠的腳伸縮之間可以搗山撥海 腳下面就算沒有東西堵住也好 都可以有力 范六十年一甲子之內 子玉土幽中就要孕育蟲包 所以牠是天地自生 無父無母 幼蟲生出來之後 就要與子玉中的老蟲互相鬥殺 或者是老蟲殺了幼蟲 或者是幼蟲殺死老蟲 所以這種蟲在天地之間 只留一隻 絕對沒有第二隻 蟲書中記住的鬥蟲之中 這東西排名第三 但如果說要對付刀槍器械 對,這種蟲是灌著古今的 我當時鐵口移出便說 這是捲地殺蟲? 那個白衣公幽樁油樁地坐在蟹上 開口便說 都算你不是那麼差 還認得這隻蟲 你全身上下穿著的衣服 從哪裡來的? 我應他說 是我師父傳給我的 那個白衣公對著我招了手 試我走過去 我就不敢動 林浩蟲和柳香曼 他們兩個現在在我左右兩邊 媒體面對著十六海治 他們兩個不敢動手 但面對著這個白衣公 他們兩個就臨危不拒 柳香曼無論面對著誰 都敢鬥一鬥 打不過再說 林浩蟲就覺得這個白衣公也是一個人 細丹力薄 或者可以打一下 他們一個抱著吞吐獸 一個拿著神龍古臉 坐著蟹上的老人家抬起手掌 嚇到他們兩個向後退了一下 但那個白衣公只擺了手 然後就說 你們又不是我的對手 還拿什麼刀槍呢 浪費力來做什麼呢 我只是覺得 這個英俊是一個趕蟲 想和他聊聊天而已 過來 過來呀 這個白衣公由我裝扮上 就可以知道我是一個趕蟲人 這樣就說明了 他對趕蟲這行屬門屬路 說不定還認識我師父 但我最好還是不要提老黑毛的名字 他闖蕩江湖這麼多年 都得罪了很多人 一個不小心撞到仇家 那我就死定了 所以我還是不敢走過去 看到我這樣 那個白衣公就笑了 哈哈哈哈 現在的後輩 為什麼這麼小膽呢 老實跟你說 我也是一個趕蟲的 和你這個晚輩年輕聊聊天 那也不行嗎 我差不多都猜到了 這個白衣公是一個趕蟲的 如果不是 在這個海洋上 黃斗這麼大的小島 怎麼會有蟲亡呢 而且是被人趕過的 我生小便在想 既然是同行 總不會對我默默下手 怎麼都要問問道門 問問思成 然後有怨報怨 有仇報仇 想到這裡 我慢慢走到這個白衣公面前 問他說 老先生 我大概都猜到你是趕蟲的了 我們這次來是為了蟲亡 十六海次被蟲亡中了蟲班 年年要進攻 所以被迫無奈 做了老龍團的僱傭兵 幫他們殺人放火 很不容易的 我想和他們解了蟲班 這樣我都可以有命 因為我得罪了老龍團的魏慶州 魏慶州就派十六海次來刺殺我 希望你可以指返條明路了 那個白衣公聽到之後 戳了一條尾指著石樊就和 這個人我認得他呀 前幾年 天天在我這片海裡轉來轉去 逃謀不歸 狗狗陣 你說什麼 十六海次被蟲龍團 請了去做僱傭兵 不是吧 這群人 前幾年 一直在這片海裡轉去 有一次我在海上 見到魏慶州 他跟我說 說這群人 想偷我的萬炎花魯 賣家都找很早 就是魏慶州 但魏慶州嫌他是裝 當晚不打算賣 他當時還說 我們兩個是好地地的隔離輪舍 索歐礁和我座木梨山 隔了不夠一百海里 他不忍心去偷隔離屋的寶貝 所以過來告訴我 另外還說 十六海次 由索歐礁上離開的時候 因為他不買萬炎花魯 石飯一時生氣 偷走了魏慶州一件寶貝 魏慶州說 那個寶貝是連龍油用的 說只要我和十六海次 種低蟲斑 這樣就不用再問他買龍油 可以用蟲來烤炸石飯 因為我每年養花魯 洗的龍油就是三十六斤 他還說 那個寶貝他不要 叫我捉住十六海次 要他們拿龍油就行了 我就照做 有一天 十六海次 又跑到我的島上拿探水 我就叫蟲王幫他們種蟲斑 而且還叫蟲王傳話給他們 每年要交三十六斤龍油 這就是木梨山貢 我看到那個白衣公皮膚白白 問他說 對了老先生 你有多久沒有出過這個山洞 這個山洞 我每天都會出去 去山頂水潭拿水 我又問他 你有多久沒有離開這個島 就好了 白衣公皺著眉頭想了一會 然後說 這就大約有二十年了 幹什麼 我就說了 難怪了 你對江湖消息了解得很少 老龍團的魏慶州是騙了你 他使出個借刀殺人的計謀 令你幫十六海次落松斑 他又跟十六海次出龍油 然後再交給你 但事實上 他用他的龍油請十六海次幫他賣命 那個老人家 嚇嚇了一條 然後反問 真的有這件事? 我對那個白衣公說 你先不要用松茫弄到十六海次這麼痛 放開他們 等他們跟你說 那個白衣公看了一下 滾在地上那十六個人 念動松酒停了松茫 十六海次這樣才停下不再叫 有些抱著肩膀 有些抱著石腳 躺在沙灘上動也不能動 白衣公就將問我的話問回石樊 石樊就詳細跟他說 這幾年幫老龍團做了些什麼 那個老人家見到石樊說得有根有據 就不可以不相信 對我說 噢 原來是這樣嗎? 我對這個白衣公說 老先生 你可不可以和他們解了松斑 雖然他們是出海渡寶 但不會偷私人寶貝 他們偷那些都是海底的珊瑚玉石 和你沒有什麼瓜葛 你和魏慶州有什麼私交呢? 老人家就應我說 我和魏團頭是隔離輪舍 我來東海的時間遲些些 他押著鎖蕭礁的時間早些些 我來到之後 我們河水不犯井水 互相客客氣氣 沒有什麼太深的交情 也沒有什麼過節 只不過我要龍遊的時候 經常去鎖蕭礁那裡 以物換物 就是這樣而已 那些老人家又繼續問我 那你帶他們來這個島做什麼? 想幫他們解蟲斑嗎? 但你知道那隻蟲被人趕了 那才找到這個山洞? 找到又可以怎樣? 怎樣呢? 你有手段 從別人的手裡 把趕過的蟲 拿回給自己嗎? 我押了頭就說 是啊 其他本事我就沒有 如果說別人趕過的蟲 我順手就可以拿過來 我們這一枝會偷天手的 那伯一工嘻嘻一笑 然後說 哈哈哈哈 那你師父 肯定是老蝦咯呢? 我心想 認識老蝦咯的八成都沒什麼好事 但既然他知道了 我也不方便再隱瞞 於是即時押頭承認 那伯一工又說 早年我和老蝦咯有個一面之緣 不過在路上趕路的 喝過一次酒 那個人做事有點孤僻 說好了一起走的 在路上有個盤 結果天還未光 他居然就走了去了 連個招呼都不打 信不過任何人 我心裡長長吐了一口氣 幸好老蝦咯是沒得罪他的 如果不是的話 今天也很麻煩 既然有一面之緣 又無仇無怨 加上我們之間有同行的情義 今天 曹忙我就不用說了 我說話客氣點 求個請 說不定 這個百億工可以賣個面給同行 於是我和他說 他說 我從小和老蝦咯在樓樹溝長大的 我師父幾十年來都沒有在江湖上行走過 有些他做得不對的地方 徒弟幫他擔帶 今天可不可以麻煩你先幫十六個次解除重班呢 那個百億工就說 啊 樓樹溝我知道 我還在那個垃圾牆上建了老鼠國 都不知道來到現在 還在不在 一聽到老鼠國 我不夠膽出聲 因為那個老鼠國被我滅了 張樹亡家屋都被老鼠壓倒了 有隻香鼠是過不了路的 可以來到老北 就被人用一隻殼含著飛過來 打地洞的大老鼠 都是被人用巴斗餵大的 看法這些事都是這個百億工做的 他和老蝦毛近在紫尺 老蝦毛也察覺不到 這個人的手段很高 我不夠膽說老鼠國的東西 怕他怪我 我有心想說同行的情分 但是打錯了算盤 那個百億工跟著說 江湖上面說 賊書一手 輪到趕蟲我是地字枝 看怕你是天字枝的了 我整面懵懂 什麼天字枝地字枝 沒有聽說過 那個百億工看到我這麼懵問我 蛤?你不知道嗎? 趕蟲有八字的嘛 我領領頭 拜一公繼續說 唉 你那個師父 做事只想自己 對其他人的事 全部都不關心 所以你不知道趕蟲有八字 都很正常 那你知不知道 那你知不知道 黃蟲先生 我領領頭就說 知道 黃蟲先生 就是羅文上的師父 他一輩子做的就是災黃蟲出黃災 然後在滅災之後 問當地政府 拿回消滅黃蟲的錢 過百億工就說 黃蟲先生 是方自知的 我們的牌序是 天地元王 宇宙紅方 不過 宇宙門 早就絕了 現在還可以在江湖上行走 只剩下 天地元王這四字 你們的天字們 一直以來都高高在上 不可一世 以一百零三冊重書 讀報江湖 對其他支派 一直以來都看不上眼 我們地字們 一直都不服你們天字們 只不過這幾年 暗沙門的江湖這麼遼落 那就沒有什麼機會 可以比試一下 這樣吧 我諸葛留意 和你賭下手段 怎樣 你如果贏了我 我幫十六開始解蟲斑 我這個山洞裡的東西 你隨便選一件 我的蟲也送一隻給你 但如果你輸了的話 我打斷她說 我如果輸了 你要我的命 諸葛留意就笑了 嘿嘿 我要你的命做什麼才行 你如果輸了 把你的一百零三冊重書給我就行了 我不用要原件的 聽說現在有福印的了 給我一些福印件給我也行 我看一看小飯 又看一看身後那麼多人 我唯有聽而走險 如果輸了 我連一條命都沒有了 要那些重書有什麼用 但假如是贏了 諸葛留意又給蟲我又給惹我 那還是其子 關鍵是我有命了 諸葛留意這個名字 魯哈姆從來都沒有給我提過 看怕他很厲害 因為魯哈姆這個人很高傲 比他厲害的人 他從來都不會提 這時黃金銅就說 諸葛先生 你既然明知老龍團是騙人的 為何不幫十六海次解了重班呢 魏慶舟簡直是一個十惡不赦的人 你不會幫壞人做事吧 諸葛留意就笑著說 嘿嘿 解了十六海次的重班 誰送龍油給我 魏團頭騙我也好 玩我也好 但是我實實在在有好處 不用花錢 不用用任何東西 就可以免費拿到龍油 那不是多好 所以十六海次身上有重班 對我很有用 我用它來做刀主 已經很給你們面子了 如果不是乾蟲的同行來到這裡 我可能打過照面 就殺光你們了 危慶舟 是好人還是壞人 關我什麼事 我心想 這個百億工逆正逆斜 手段很高強 他用的蟲也很厲害 看來地字門是有偏方 專門趕那些懂得打架的蟲 十六海次加梅花位 但是這二十人在暗森門江湖上 刻意對眼 這樣便會是一場腥風血雨 但是他們還未埋到諸葛劉兒的身 就被他收拾到復復貼貼 可見諸葛劉兒洗蟲很厲害 黃金銅剛打算還要說話 我大聲搶著說 諸葛先生 你這個島我和你打 我們今天就分個高低 以後見面也有個次序 暗森門江湖很講究 輸人就不輸陣 你這個島可以打 但是不可以讓他這麼囂張 本集已經播講完畢 多謝你的收聽